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德文 2017年3月有一部名为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 在中国大陆湖南卫视播出 成为一部火红的电视剧 而这部影片内容是陈述幻海、陈福的是非争斗 揭示了官场生存的生态环境 其中涉及的官员形形色色 好官各有各的类型 贪官也各自心怀鬼胎 播出后造成极大的回响 创下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国产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率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收视率呢? 探究原因不外乎其主题性 是切合民众心理需求 然而什么是好官在24史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只不胜趋作者苦心 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 便可任性妄为也 只有想做事 能做事 做成事的官员 才是好官 时时处处关心人民 同情人民 为人民服务的官员 才是称为好官 期末小说家刘二在其老禅游记中也评论说道 占官可恨 人人知知 清官有可恨 人多不知 盖占官知知有病 不敢公然为非 清官则自以为不贪财 何为不可 刚必自用 小则杀人 大则误国 历来小说皆皆 占官污吏之恶 有皆清官之恶 则自老禅游记史 现在请开讲人来说一段 老禅游记里的一段故事 在老禅游记里 老禅一路以做江湖游医为主 佛文山东太守御贤 四个清官 到山东一个地方 深觉差异 是什么奇怪之处呢 凡事只要向人打听 太守御贤的政绩 没有人说他不好 众口一致地称赞 然而问着问着 那些答话的人 十个例到六七个 是口上不敢不说 太守御贤的好话 脸上的咬牙切齿之妆 却遮也遮不住 一位清廉的官照样可以作恶 甚至比贪官更狠 贪官收了钱 至少还在内心里知道自己是错的 多少会避着人遮掩一下 清官办了冤案错案 就会在心里想 我又不要钱 有什么错处 既然没拿不应当的钱 那我就秉公办理 怎么会冤枉人呢 太守御贤就是这样一位酷吏 他自许一身清风 有大才干 断案如神 然而他所谓的破案律高 就是驱打成招 把生斗小民按照自己的议策 安上罪名 这样坐下来果然震机高 民生又大 只是手上染了不知多少 无辜人的血罢了 原来这位太守杀民比杀贼还多 死在他手底下的冤魂圆圆 超过真正该租的强盗土匪 使得衙门口的战农天天占满了人 好好的平民百姓 一不小心 就会祸从天降 被捉去当贼查办 生杀大权在手 这种人偏偏权力欲很重 急于升官 而且一心要做出成绩 他出座官时 也还抓到几个强盗处置了 越到后头 强盗对他那一套已然熟悉 摸透了他的脾气 反而做了强盗手里的刀 其实明明殃疾无辜 上位者照样可以讲出官面弹簧的一番话 太守玉贤手下的人常常设法 说服太守玉贤 释放被驱打成招的嫌犯 这时候太守玉贤听完 他却发狠道 斩草要除根 无论是否冤枉 以阶下仇 这时放过人家 将来不知道 别人会不会放过自己 所谓人在 宫门好修行 一个人有幸 能站在一个 为民服务的位置上 应该戒慎恐惧 实施以百姓为恋 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祉 反之一个人站在高位 如果堵殖害民鱼肉相离 巧取豪夺 运用权势 谋取私利 将百姓的利益 占为己有 及时一时得逞 难道上天会视而不见吗 报应会远吗 听完老残游记中的 太守玉贤故事之后 不禁让我们要省思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贪官哭吏 及清官呢 被专家学者称为 法税228的太子门案件 就是台湾史上贪官与枯吏 所造成的一桩 残害人权 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假案 民国85年 总统大选过后 执政党打着 宗教扫黑 政治整数 当年号称 司法兰坡的 侯宽人检察官 栽赃 枉法 陷害 无中生有的制造出 人权迫害案件 受害人数 多达上万家庭 市财政部 国税局 法务部 行政执行署 联手迫害人权 抢夺民产的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抢复迫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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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判决里面一二三省 我们都认定了这个是赠予性质 那就不应该把它解释成补习般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禁师的 这是一种赠予 经过我们法院三省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起叔叔哪里不可采 所以一间单位如果以这个起叔叔 来作为磕碎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我们不要 我安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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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 太极门的体群 体的确确的不是很期待 就对于太极门 在这个全民的这个体育 还有这个家庭的共处 这个教育方面的贡献 我们给肯定谢谢 是属于禁师礼 是属于证语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作为他的这个 整个决定的基础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 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我们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他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个奖金我拿了 然后呢 要扣税也是扣你们的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刑案方面 我们的司法方面 我们已经是三审判决定验 太极门胜诉 然后呢 这个国税局方面 我们在行政法院的体系 也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终判决定验 三审定验 也是太极门胜诉 在国税局 在财政部内部的宿院委员会 太极门也是胜诉 监察院呢 也是说太极门是个冤案 我已经想不出 然后有在这个立法院 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质询 我已经想不出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 法治体系里面 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国家的法治体系 是这样设计的吗 不应当一个案子 十几年没有办法 去为人民来解决 我觉得这个是站在 我们民意代表的立场上面 我们的行政部门 必须去负全责 在于我们行政部门 得以做行政财量权的时候 应当要以人民的 租税人权的保障 为最大的一个 终止精神跟目标 在整个的一个检查体系 还太极门清白了 那你看看 难道我们税监单位的调查 会比司法调查的还要清楚吗 一个案子缠重二十几年 心中的痛苦啊 手术的折磨啊 那个精神的赔偿啊 你要怎么去 陪他呢 只要太极门的案子 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注册就没有人权了啦 这么多的办法 假如他们的办法平缓的话 那还有什么人权可谈啦 我知道说这些问题 这些是已经浪费了不少的 国家的成本了 讲不好听 这个叫动摇五岸 你知道动摇国本 要求国税局依法 要撤销维法 克税的责任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耶 法院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现在人都在这里资料 都提供给你看 整头都忠实 那你们明明知道 这个已经是错了 你们以前讲的 好像有点疑问了 你们还要一昧的错 这样是不好的啦 请财政部 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数作与结论 到底怎么办 到底你们要怎样 卖个妥说啊 这女性质 这不美事 中期国税局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期国税局 让他一个局 承担责任也不好了 那签上来好不好 好 我们就照着刚刚 这个 这个次长的 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期局的 这一个意见 那么签请财政部 撤回是吧 好 那我们就由我们中期局 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这次没有公开的开标嘛 现场声音也听不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听不到 听到100投入 这次没办法的动作 也是意见的 请你回答 你对方高级执行 什么执行 哪一套 没有啊 没有 10点钟 你执行11点钟 拿到一追一追 马上来一下 马上来一下 那边关门就好像空了 我看你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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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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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行政官员 没有这个良心 他不敢发挥 他的道德勇气 让人民在这个 大力太阳底下 不仅让为民间资源 也让为国家资源 我认为行政官员 应该本的良心 依照依法行政 快点把这个案子 给他落幕 他是违法课税 这个冤错假案 二十几年的 如果太极门 最后一个年度的 冤错假案 没有平反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说 台湾也有 大家化人工的 保证存在 数千人潮包围 位于苗栗的开卖现场 就算眼前铁门深锁 民众还是以静坐等方式 誓死保卫土地 上万人受害的 太极门案件 历时二十四年 但执行署 依旧要拍卖 太极门土地 续还一笔十三年前 就由法院判决 无罪的错误税单 离谱的行径 堪称是台湾奇观 如果一个死刑案 都可以因为有问题 而不被执行 那么经过 今天法院判决 确定的81年度的税捐 为什么会去执行 法院部的官员 也能说 都是合法的 初见合案 也是合法的 他也是可以去执行 为什么当时他们都 都没有去执行 就是因为有问题 既然是有问题的判决 行政执行署就不应该 去执行 那他们为什么要执行它呢 就是讲情的问题 如果太极门案件 都会如此 那么一般小老百姓 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定会的 行政执行署 不要格 没有格关中 不能够再实行 常常执行网 你为了要整人家 要自首责任 勘账皇后 只包不住 国家没有实力 这整个拍卖完全就是不合法 从刑事三审判决的确定 从行政法院的判决的确定 从监察院调查报告 还有国内外各个专家学者 他们提出的论点 他就是一个枉法裁判 但是呢 他在经过第一次违法的拍卖 今天竟然又继续进行第二次 他现在真的去执行了 他又触犯了这个 刑法的第129条违法征收罪 我们待会呢 马上就会再去提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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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